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呢小馬來跟大家做一個比較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要比較什麼 就是比較Adidas今年的一個鞋款叫做EQT9317 那也相信非常多的人穿過這個9317之後 就享受到這個腳懷孕的感覺 懷孕的感覺 那真的是非常好穿非常的柔軟 它這個超級肥厚的Boost 那今天小馬來跟大家比較什麼 比較一下最近上市的9317 跟年初時候 就是2月3月4月那時候的9317 它們到底有什麼差別 今天小馬要來告訴大家的 不要以為它們都是同一隻鞋款 但實際上它們的材質 已經巧巧的不一樣了 小馬今天就是來給大家看一下 新的跟舊的它們的差異點在哪 那現在小馬就是來給大家看一下 身後這兩雙 Adidas的藍色Original鞋盒 EQT的鞋款是屬於Original的這個系列裡面的鞋子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從鞋盒的標籤上面來看就不太一樣了 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呢底下這一雙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上面標籤圖案 有著這個EQT這個9317鞋子的圖片 那新的我們看到就沒有任何的這個圖片 那新款的這種9317啊 它的就是直接寫著這名稱 就沒有在做圖片了 那在年初的時候大概是3月4月份的時候 這隻鞋款它還是有做圖片了喔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小馬身上還有一個OG黑粉給大家看鞋盒標 9317OG黑粉的鞋盒標籤一樣是有圖片的 新款的這些圖片都被拿掉了沒有在做圖片的 那我們今天要來比較的就是兩雙這EQT黑白經典的這種配色喔 黑白配色 那乍看之下兩雙好像是一樣的鞋款 但其實呢小馬這一雙是在年初時候 大約4月份的時候上市的這9317 那這一雙呢是在10月份喔 也就是比較新款的9317 那都是用這種黑白配色 那兩個鞋款的差異點在哪 小馬就來告訴大家 那這一隻年初時候發售的這個9317 其實當時發售量其實生產的數量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種一上架可能沒幾天兩三天就直接被掃完了 那現在這個新上市的這鞋款 那我們可以去看看 基本上這種架上都還找得到 因為它的數量變大了 那現在小馬告訴大家 這兩款上面的差異點在什麼 主要的差異就是在鞋身面料給大家看 那上面這一雙呢是在年初時發售的9317 我們可以看到它鞋子的面料 它是使用Priming的編織鞋面 那這編織鞋面呢我們可以看到它前頭都是非常的柔順 彈性非常的好 那這包覆性也是蠻不錯的 那選用這種Priming編織面的這個9317 版型稍微比較包角一點 所以大部分的人會選擇大半號做穿著 那這是這一隻Priming的鞋款 那我們看一下新款的 新款的看一下鞋面材質不一樣了 鞋面材質選用Mesh網格布 那Mesh網格布可以看到它就沒有那個彈性 那這個是編織面的 這是Mesh格紋布的 那差異點在哪 差異點在於說Mesh格紋布它做的裡面這邊是比較寬 所以呢可以穿圓尺碼就OK了 但是在編織面的這個鞋款它包覆性比較強 所以會建議大家大半號 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小馬覺得是因為Mesh的材質它是屬於比較便宜的 所以愛迪達才會大量生產這個Mesh材質的這個9317 那這種Priming的鞋面它的材質是比較貴的 所以可能成本考量這種Mesh格紋布就大量生產 可是它們兩個的售價都是一模一樣的 並沒有因為它使用Mesh格紋布所以它就降低了售價 那它也沒有因為選用Priming的編織它就比較貴 那這就是兩個目前鞋子的差異點 主要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EQT都選用這種編織面 到了後期它就改成Mesh格紋布 而且很奇怪的是一開始它這邊都有附贈一個鞋襯 這邊都有鞋襯 那新款的呢 新款的9317這個是沒有鞋襯的 那內側部分其實呢 內側部分一直是9317它們在玩的一些變化 像這一雙它在裡面選用的是非常高檔的這個豬皮 那它是摸起來非常的有質感的 那這一雙呢它是用雞皮面 所以內側部分一直是它們會玩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花樣在裡面 像在鞋帶扣的部分 這一隻它是用這個皮質的 皮革的 那這個是用塑膠片的 所以其實會玩的地方就是這個內側的皮質 跟這個塑膠片的材質 鞋面的編織面其實就是 新款的大部分都是用這種Mesh格紋布 比較早期的這個就是選用這種priming的編織 所以在9317目前為止是有一點差異的 不過蠻值得慶幸的是 Black Friday黑色星期五的這個EQT全黑版本 它是選用完全編織 而且鞋身面要全部都是編織的 那一雙真的是還蠻讚的 那這就是目前這個EQT937 新款大部分材質就是用這種Mesh格紋布 比較早期的就是用這種priming的編織 那這是稍微有點差異性的 就是給大家了解一下 兩隻鞋款是不太一樣的 那EQT937的這個比較 小馬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編織鞋面的材質 因為它穿起來比較舒服 那其實見仁見智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Mesh格紋布料 它比較沒有那麼包腳 那有些腳比較寬 或者是腳趾頭比較大的朋友 那在穿著編織面的鞋面的時候 會覺得我的腳趾頭的型比較明顯 所以呢有些人其實不太喜歡這種編織鞋面 會比較喜歡這個Mesh格紋布 因為它裡面的空間比較寬一點 比較包覆性沒那麼強 那個腳趾頭比較不會明顯 不過小馬個人在穿著這個 937編織面的時候 腳並不是寬腳 所以在穿著的時候 並不會說 欸腳趾頭比較明顯的這個困擾 所以呢小馬自己是本身比較喜歡 早期這種編織鞋面的版本 這兩種版本呢 其實各有人喜歡 那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鞋面的材質 底下留言告訴小馬 那以上就是小馬的比較影片 如果你喜歡小馬今天拍的影片 請記得右上角點喜歡的按鈕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那我是小馬 我們下次見